由此我们明了 古代的寺院丛林 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说的专科大学 这是大家喜爱 见解 思想都一致的 绝不是一个道场里面 今天学这一样 明天学那一样 那是一样都不能成就的 所以佛法无论哪一个法门 成就与否都在专 中国古时候教学 教导同盟念三字经 三字经上说 教之道 教学的道理 贵以专 何况无上甚深的佛法 不专哪里能成就呢 因此 其和志同道合的人 都修这一部经典 都修这个法门 所贵的就是专 这个道场就是专宗修学的道场 这样彼此互相在一堂切磋琢磨 勉励精进 才会有成就 我们修净土 净土宗所依的经典是最少的 古时候只有三经一论 现在则是五经一论 这五经是清朝咸丰年间 魏元居士将华阎经最后的一卷 普贤行愿品列在三经之后 成为四经 民国初年 印光大师将首楞严经 大师至菩萨念佛原通章 列入四经之后 成为五经 我们以这个为例子 我们这些人喜欢无量寿经 那些人喜欢阿弥陀经 你想想 这两种人能不能合在一起呢 合在一起就不能合合了 这个要念无量寿经 那个偏偏要念阿弥陀经 这就必要建两个道场 净土宗同一个宗 为什么要分那么多道场呢 哦 原来如此 再说 同一一部经 譬如 我们同一阿弥陀经 有人依照廉池大师的书抄修学 有人依照偶艺大师的要解 这两种人所依据的解释 又不一样 如此 同样依阿弥陀经修行的 还得要分两个道场 这才是真实的 见和同解的道场 这些志同道和着人在一起共修 才能够成就 即使我们同样依一部经 同样依一家注解 而念诵的方法不一样 有人念佛 南无阿弥陀佛 念得很慢 有人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念得很快 很急 这两种人要在一起共修也有困难 这才晓得从前佛家道场之庄严 使人进入山门肃然起敬 道场里 同学道友 只有一个看法 一个想法 修行依照一个法门 一点都不乱 这才警觉现代人学佛 为什么不能成就 现代的道场 今天请假法师讲这个法门 明天请仪法师讲那个法门 就是一个道场里面 一起共修无量法门 它怎么会不摩擦呢 怎么会不冲突呢 此事太难 佛都办不到 何况凡夫 可见建和同节 是道场基础的基础 大众才能真得到共修之大力 一个团体 大众的想法 看法是一致的 兴趣 目标相同 这就能合和了 就能组成一个僧团 如果有不相同的 宁可另外再成立一个僧团 不要再一起共修 一起共修 彼此一定有妨碍 彼此都不能成就 所以 佛开无量无边的法门 用意就是要使各种见解 不同思想 不同兴趣的众生 人人都能够成就 这是佛法的伟大 周到 这就是所谓的 殊途同归 法门平等 佛绝不勉强人 叫他要修某一个法门 你看观经 为提西夫人 感到这个世界太苦了 想生佛国 佛没有介绍他往生西方极致世界 佛是把无量无边诸佛插土 通通展现在他面前 让他自己选择 自己选择才适合自己的兴趣 我们凡夫往往勉强人 我学这个法门好 嘿 你也来学吧 一定要拉他 他未必对这个法门有兴趣 进来了之后 想法 看法 意见多多都不一致 团体往往因此受到伤害 这是学佛人应当警觉的 最好把大乘佛法普遍介绍 你欢喜哪个法门 就学哪个法门 我们这里是净土宗 喜欢念佛就到我们这里来 看看合不合适 喜欢参禅的 那位法师是修禅宗法门 喜欢学密的 某上师传密教法门 通通都好 没有一样不好啊 不一定通通拉到自己这里来 法门平等 皆是佛陀大慈大悲 趋硬积怡而建立 应相互尊重 礼赞 这才是见合同结 第二 戒合同修 大家既是同住在一起修学 总要定一个规矩 如果没有规矩就乱了 没秩序了 当然同住规约里 必定包括佛所制定的根本界 这就要看 是在家的僧团 还是出家的僧团 在家的僧团 是以五界为基础 出家的僧团 是以比丘界跟比丘尼界作为基础 再加上大众现前生活共住 所必须要遵守的一些规矩 这在我们一般讲 就是寺院的 常住公约 有一两个人起草 然后在会议中 大家讨论 最后一决通过 住在道场的每一个人 都必须要遵守 常住公约中 也包括国家的法律 学佛必须要守规矩 要守法律 人人都能够奉公守法 这个团体就不会有争论了 也就是说 团体中人人地位平等 并无特权阶级 所以佛教的僧团是民主 是持戒守法的团体 第三 身和同住 就是大家住在一起共修 道场的建立 是成就每一个共修的分子 目的在此 绝对不是逃避社会责任 到佛门里讨生活的 如果是这种观念 那就完全错了 接受十方供养 如何能消 这个罪过是无量的 而且要还债 佛在经中讲得很清楚 共住不只是同住在一个道场 如每一个人有一个房间 或像现代生活富裕的地区 一个人还有个套房 这样舒适的生活环境 修行能不能成就呢 恐怕一个都不能成就 为什么呢 《地藏经》上讲 言伏迪众生 起心动念 无不是罪 人无始结以来 迷惑颠倒 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 恶习气太多 太重了 大家相聚时 时目所示 时手所指 一举一动 还像个样子 规规矩矩矩的 还能守法 如果房门一关 没人看到 就随便了 放异了 毛病摆出了 白天修行 晚上放异 公行进尽 成就困难了 佛陀大志 深知此事 那么共住 要怎么住呢 睡通铺 晚上都睡在一起 白天 白天 白天晚上都不可以离开大众 睡觉也得老老实实 也得乖乖的 也不可以随便 这是医众靠众的精益 所以寺院丛林 你到疗房 也就是卧室寝室 去看看 都是通铺 一个人一个铺位 每个铺盖 叠得整整齐齐的 像军队一样 比军队还要严格 比军队的纪律 还要好 住在道场 过这样的生活 陶冶人的习气 以戒 定 会 三学 改造新型 那才真正称得上修行 在寺院丛林里面 什么人有一个疗房呢 当住持的 做执事的 因为他的事物繁多 他的生活起居 不能跟大众一样 大众像学生一样 那是非常规矩的 执事要办事 替大家服务的 他们才有个小房间 住持的房间叫 方丈 方圆一丈 房间都很小 并不是叫你住得很舒服 目的是不妨碍大众的精修 还有年岁老的 也单独有房间 生病的 也单独有房间 除了这些特殊的 皆是睡广单 也就是通铺 身和同住 是这个意思 真正要想修行有成就 即使在今天富裕的社会 不用这个方法 还是不能成功 第四 口和无证 就是说 大家住在一起 没有正论 真正能够用功向道 人与人相处 最容易造就的 就是口业 古人常讲 病从口入 怎么会生病呢 喜欢吃东西 吃得不干净 吃得不卫生 祸从口出 说话多 言多必诗 有些时候 讲者无心 听者有意 就产生误会 在无形当中 结了许许多多的怨对 照得以后的果报 实在讲 那是非常苦恼的事情 所以古德常常教训我们 叫我们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句佛 言语越少越好 非必要的言语 不说那是顶好的 这就可以口合无证 不准讲话 还争什么呢 所以严格的道场里 确实听不到闲言语 真正的道场 也没有杂心闲话 聊天这些事情 念佛的道场 按六时钟 只听到阿弥陀佛 绵绵不断 大声念 小声念 默念都可以 真正密宗道场 则咒声不间断 我初学佛的时候 跟张家大师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上师 我亲近他三年 从没有见到他咒 离开过口 他念咒不出声 但是嘴唇微动 我们知道他在念咒 这叫金刚池 就是口洞没有声音 无论在什么时候 甚至接见客人时 他仍然持咒不断 只有跟我们讲话的时候 停下来 话一说完 他的功夫马上接上 这是我这么多年来 看到真正修行的人 就这么一个 他心清静 真的一个妄想 杂念都没有 我们向他请教问题 提出一个问题 他要观察我们的心定义 他才答复 你心不定 他不跟你讲 他不是考虑 他在念咒 他的眼睛 看着你的眼睛 看到你心定了 他才讲 他这种教学法 非常的特殊 两个钟头 也许讲三四句话 但是他的话 字字皆有千金之力 让你一生 永远不会忘记 而且会一教奉行 这是真正做到 口合无证 所以净土念佛堂里面 直语 不仅仅在佛期当中 要这样做 平时就要学 这样对于自己的道业 绝对有好处 我们想要把烦恼舍掉 念佛三昧早日成就 不用这个方法 就很难达到目的 第五是 义和同月 这就是平常讲的 法喜充满 我们学佛 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 最粗浅的成就 就是欢喜 假如学佛 学得不快乐 这一定有问题 不是佛法有问题 是我们自己修行 有了问题 不是违背了理论 就是方法用错了 否则学佛的效果 一定非常明显 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 痛苦烦恼 一天比一天少 一天比一天快乐 一天比一天自在 这证明学佛功夫得力 如果得不到这个现象 你的功夫有了问题 这是自己要认真去检讨 找出毛病 找出病根 再把这个病根消除 我们就能够得到 佛法真正的利益 佛法修学 是在生活中立事练心 立事经历 就在日常生活上练心 练什么心呢 练清静心 练正知正见 练绝而不迷 所以真正学佛人 无论遇到善人或是恶人 顺境或是逆境 无一不视为是帮助自己消业障 增福会的助援 怎么不欢喜呢 这个内心的喜悦 油然而生 叫 法喜充满 大家在一起共修 人人都得法喜 换一句话说 个个都有真正的成就 末后第六 立和同君 这是讲在一起共修的人 物质生活是平等的 道场的裁员在古时候 一部分是帝王户持的 就是国家建立的十方道场 其次就是大副长者捐助的 实在讲 华小园建立的道场 在古时候并没有 只是很晚很晚才出现 并不是如法的 特别是出家人自己去华小园 在从前没有这种事情 因为出家人的生活是 树下一宿 日中一时 吃饭 外面去拖拨 睡觉 找个树荫大的地方 打坐休息一晚 他的功夫不间断的 因此道场的建立 就好像办学校一样 是为了教化一方众生而设的 所以建道场 是这一方真正有学问 有远见的人士来提倡创建 或是大副长者出钱 出力建道场 再离请高僧大德 到此地来住持 修行 教化众生 这好像办学校 校舍建好了 就请品德 学问具优的人士来做校长 老师 让他们在这里教导这一方的众生 是一样的道理 佛家的道场就是学校 所以无论是国家供养 或是地方大众捐助 凡是居住在道场的 不论是什么身份 在物质享受上 决定平等 这叫 立和同君 道场里 六和径一条都不能少 否则就不是 释迦牟尼佛的僧团 也就不是佛的真正弟子 如果我们以世间法来讲 所谓 家和万事兴 国家能和 再强的敌人 也不敢轻易地欺武 为什么呢 上下团结的力量太大了 六和径 小儿家庭 公司 社团 大致国家 只要做到建和同解 建和同修 立和同君三条 没有不兴旺的 建和同解 大家便能同心同力 建立共识 建和同修 人人守法 立和同君 在生活享受上 尽量接近平等 不要差距太大 以免人心不平 社会动乱 为什么呢 因为贫困的人 看不惯富人的享受 就会抢劫 造反 动乱就会出现 我在亨斯维尔 有一位同修来问我 他说他想结婚 问我应该找什么样的对象 我告诉他 你要找对象 一定要找一个建和同解的 如此 两个人奋斗努力的方向 目标 兴趣 都相同 彼此互相帮助 家庭一定会美满 我再说 不可以只谈爱情 爱情是无常的 今天你爱他 他爱你 一旦结合 双方毛病都露出来了 两人不再相爱 家庭悲剧不就产生了 那无常的虚情假意 是绝对不可靠的 由此可知 家庭也要建立在 六合径的基础上 才有真正的幸福 不懂得这个道理 要想一生幸福快乐 家庭美满 是非常不容易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音乐 下面跟诸位介绍的是 佛法的课程标准 我们在本质上已经知道 佛教是教育 不是宗教 其课程是非常的多 内容几乎无所不包 绝对不是一所大学的课程 所能涵盖的 这无量无边的课程 课本就是经书 诸位要知道 佛经不是全部流传到中国来 因为当时交通非常不便 印度高僧到中国来 中国的法师到印度去 都是选之又选 挑之又挑 好的才带到中国 次等的 再次等的 都舍掉了 所以传到中国的经书 全都是精华 来到中国之后 并不能够全部翻译 只好再挑选 只有最好的 最重要的被译出 译经的工作相当困难 从前一场的经费 靠国家支持 集合全国出家 在家 中国外国各类人才之精英 从事于大规模的翻译工作 历史上记载 纠摩罗什大师的译场 编制有四百多人 玄庄大师的译场 有六百多人 我们在经书上所见的译者 那是用译场的主持人 好像学校的校长 来做代表 并不是他一个人翻译的 而是译场内 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现在保存在中国的 是汉文系统佛经 是相当完整的 印度的梵文经典 已经散意失传了 禅留下来的很少 佛经除了汉文经典之外 第二个大戏是藏文经典 藏文经典一部分 是从梵文直接翻译 另外一部分 是从汉文转译的 这是文成公主 嫁到西藏之后 把佛法带到西藏 所以佛法传入西藏 比中国晚六百年 在藏王对佛法 升起信仰心之后 又从印度传进一支 因此西藏的佛法 是由中国和印度传入的 佛无论在哪个国家 地区说法 其内容不外乎 戒 定 会三学 其目的是 对峙我们这个时期 这个地区众生的 种种苦痛 地区指的就是地球 时期是指 释迦牟尼佛的 正法 相法 末法 共一万两千年的法运 这个时代 这个地区的众生 病痛到底在哪里呢 第一 造恶 造实恶业 佛用戒学来对质 戒学是对质恶业的药 第二 人心散乱 不能得定 不能清静 所以用定学来对质 定学是对质散乱的 最后用慧学对质愚痴 造恶 散乱 愚痴 是这个时代 地区众生的三大病 佛就用戒 定 会 三铁妙药来对质 佛陀说法 是因众生而说的 众生如果没有病 佛就无法可说了 这跟大夫因病用药的道理 是一样的 所以说 众生有病 佛就有法 众生没病 佛就没法 就如金刚经上所说的 法上因舍 何况非法 众生没有病了 佛法也不需要了 硬要佛法也会变成病 这如同一个健康的人 天天吃药 哪有不出毛病的道理 所以说佛法的一切经典 以公用归纳起来 不外乎 这三大类 佛经分 经律论 三藏 定学就是经藏 戒学就是律藏 会学就是论藏 这是图书分类的方法 最早是从佛教传来 此后中国人也把所有的书 加以分类 清朝康前年间 把全国图书做一个总整理 再分类 一经 始 子 集 分成四库 库跟藏意思相同 库是仓库 藏是收藏 所以四库是从佛法三藏得到启示的 三藏也分大成 小成 小成有生文藏 圆觉藏 大成是菩萨藏 再分就越分越细了 总而言之 戒学是条身的 定学是条心的 会学是条形的 也就是我们身心的行为 因此一个学佛的人 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无不是智慧 你说他怎么能不快乐呢 六度 一 不失 我们知道了佛法教学 课程标准的内容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要怎么样过日子呢 要怎么样待人处事 佛在这些地方 有没有明确的教导呢 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位同修 都非常关心的 这些问题 佛在一切大乘经论里面 已经广泛地为我们说明 其内容就是菩萨形的六度 也就是说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对人 对事 对物 要遵守这六个原则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般若 从早上起床 漱口 刷牙 到晚上睡觉 这天所接触的 通通是六波罗蜜 这才叫真正的修行 大体而言 世间人所最先追求的是财富 因为没有财富 生活会过得很苦 所以 财富是第一个努力追求的目标 其次是追求 聪明 智慧 人除了不喜欢呆头呆脑之外 还想要追求长命百岁 健康长寿 这三大目标 人人追求不舍 古今中外没有例外的 佛法是要满足我们的愿望 希求的 这三样东西能不能得到呢 能得到 常言说得好 佛事门中有求必应 那为什么有人求不到呢 是因为他不明了 事实真相 不懂得追求的方法 事实真相 事实真相就是道理 如果懂得道理 懂得方法 没有一样求不到的 佛跟我们讲的原理原则 就是帮助我们有求必应 因此 这重要的手则 我们要细细地体会 佛告诉我们 财富 负物品 财富 财富 质慨 健康长寿 都是属于果报 要想得到这个果报 一定要先修阴 善阴得善果 恶阴得恶报 有果必有阴 有阴必有果 这是永远不变的真理 有人发财了 财从哪里来呢 绝对不是他很聪明 或是他的方法很多 就能赚钱 因为比他聪明的人很多 比他方法灵活的人更多 为什么那些人不发财 而他发了财呢 佛跟我们讲 财富之德来 是钱生重的因 重的什么因呢 财不失啊 所以六度里面 不失列在第一 财不失得财富 法不失得聪明智慧 无畏不失得健康长寿 因此想得财富 聪明智慧 健康长寿这三种果报 一定要修财师 法师 无畏师 这三种因 世间人今生得这种果报的 大多数是钱生修得的 少数人是这一生修得的 这一生如果修得很积极 这一生就得果报 不要等来生 这就是果报 果报一定要靠修音 这是永远不变的定律 一 财不失 不失在整个大乘佛法里 是菩萨修行最重要的一条 无量无边的法门 归纳起来 就是六度 这六条再要归纳 就是布施一条 所以佛首先教我们 修布施波罗密 布施 一般人很难理解 它真正的含义 往往听说布施 就赶着捐一点钱到寺庙里去 这是错解 这样的理解 布施太狭隘了 哪里是菩萨修的呢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 念念为别人 不为自己 就是布施 就是供养 所以人人天天都在修布施波罗密 天天都在行菩萨道 只是不懂得 不知道而已 比如说早晨起来 你把家人灌洗的东西 都准备得好好的 早餐 茶 都烧好了 你是在布施 供养你一家人啊 你在行菩萨道 修布施波罗密 在修 普贤菩萨的 广修供养 你看 你心里多快乐 能这样领悟 就不会说 哎呀 家人都把我当成老妈 下女佣人 要我天天去侍候他们啊 这样天天发牢骚 所有的布施功德都没有了 你看 念头一转 牢骚痛苦 就变成布施波罗密 立刻就得到佛法 快乐和智慧的实意了 在美国有些制度 叫人不得不布施 比如医药保险 人人都要买 为什么呢 怕自己生病的时候 医药费付不起 所以先买保险 有保险公司 替你付医药费 在每个月 缴医药保险费的时候 如果是为了自己生病 而做准备 如此 将来一定会生病 不生病 这些钱 没有办法开销啊 如果念头一转 我是在修布施 修供养 帮助那些有病的人 供养那些有病的人 这样布施出去 你一生永远不生病 为什么呢 你修的是不生病的因啊 你布施照顾老人 将来你就得善果 即使老了 也会有许多年轻人 关怀你 照顾你 侍候你 中什么因 一定结什么果报 再说一个人服务在公司 每天努力工作 如果是为了要多拿一点钱 或是为了地位 要慢慢升高 那就不是布施了 如果能存这样的心 我今天努力的工作 我今天努力的工作 是布施这个公司 是供养社会大众 加薪与生迁 非我所求 那是在行菩萨道 以菩萨的施舍心 在做工作 永远不疲不厌 会越做越快乐 这就是俗话常说的 人逢喜事 精神爽 假使事情是自己不愿做 又不得不去做 就会疲倦 会讨厌 反之 欢喜 高兴做的事情 会越做越有精神 我今天到世界各地方 跟大家介绍佛法 是我欢喜做的 这是法布施啊 你们不懂的 我来教给你们 告诉你们 是希望大家都能减少烦恼 痛苦 都能得到佛法的喜悦和智慧 来充实提升生命和生活美满 假如我奖金 计算一个小时 要拿多少终点费 再看看听的人不起劲 那就会疲倦 厌倦了 我不是为了这个来的 我是以无比欢喜的心 把无上甚深微妙的佛法 介绍给大家 这个欢喜 就是法喜啊 是最好的营养 今天大家讲求这个营养 那个营养 那是假的 看看佛门里面的 禅月为食 禅是什么呢 心地清静 月是 心地欢喜 这才是最资养的 最丰富的资养 所以健康 不在饮食 得欢喜心 得法喜 就会健康 长寿 年轻 不衰老 悠能使人老 使人病 每天愁眉苦脸的 容易生病 衰老 也会非常之快 欢喜 是健康的因素 它是从布施 波罗密 得来的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来说明 诸位在此地 汽车 都买了保险 为什么呢 发生车祸的时候 有人赔偿呢 如果你念头一转 我这是修布施 是帮助那些 出车祸的人 如此 你这个车 永远不会出车祸 永远有佛菩萨加持你 诸位看看 念头一转 就是菩萨 念头不转 就是凡夫啊 菩萨跟凡夫 有什么差别呢 一个是觉 一个是迷 迷者 样样为自己 觉者 样样为众生 样样为众生 自己得的好处 真正不可思议 没法子想象 样样都为自己 得到的好处一点点 而且得到了就没有了 你说 谁是聪明 谁是傻瓜呢 所以说 要念念为一切众生 不要为自己 今生 今生你有财富 有钱 是福报 用钱 是智慧 钱 能用在社会上 能用在大众上 这是 大智慧 是真正会用钱的 假使处处处为自己着想 那是很笨的 修来的一点点福报 没几天就想完了 如果能念头一转 将福报 不失给众生 福报 就更增胜 直至 无有穷尽 不失的内涵 无量无边 我们每一个人 每天在日常生活中 随时随地都可以修学 只要念头一转 就是行菩萨道 转不过来 就是六道凡夫 以上才不失 只是略举几个例子说明 诸位自己要多多去体会 多多去思维 就会做得圆满 财不失 在佛法里面 又把它分为 内财与外财 外财是身外之物 内财就是身体 在医学界里 有许多捐赠眼角膜 或捐赠内脏者 这是内财的一种 再者 我们以体力去帮助别人 也是内财不失 如果我们给人家工作 不求报酬 就是义务的工作 义工 这也是属于内财不失 由此可知 我们随时随地都在做不失 就是没有那种不失 就是没有那种不失的心 所以不是行菩萨道 假如我们有一颗不失的心 那么每天时时刻刻 通通是修六度 通通是修菩萨法 所以菩萨法跟凡夫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在那一念心 一念觉 为一切众生 就是佛菩萨 一念谜 为自己 就是凡夫 所以佛家善恶的标准 凡事为自己的都是恶 为别人的都是善 这个初学的人听了很难懂 人为什么不为自己呢 诸位要知道 凡夫所以不能成佛 是有两种执着障碍 第一种是 我执 第二种是 法执 我执要是破掉了 就证阿罗汉果 法执破尽了 就成佛了 那些念念为自己的人 我执天天在增长 即使修一切善法 也只是增长执着而已 因为执着不能破除 所以佛说 这是恶 你不想出三界 那就另当别论 想出三界 一定要破我法二执 我执 就是烦恼障 烦恼的根源 法执 是所知障的根源 二 法布施 第二种是 法布施 法布施是智慧 聪明 才艺的修音 因此 它包括的范围 也非常广泛 它通常被分为 世间与出世间一切法 就是佛法与世法 凡是别人想知道的 想学习的 只要我会 我能 就热心地去教导它 这都是法布施 所以法布施 不一定是讲经说法 讲经说法 是无量法师当中的一种 譬如说 甲烧的一手好菜 乙不会 但很想学 甲就尽心尽力地教导乙 这也是法布施 又如某人不会做工程 我会做 我指导他 教他 也叫法布施 对小朋友讲解 小学课程 也是法布施 乃至于各行各业 无尽的知识 技术 没有条件 不计酬劳的传授 都是属于法布施 要是有代价 收学费的 那就不是布施了 或许有人会问 现在学校老师 每个月拿薪水 他们教小孩 这算不算法布施呢 这就在于教师的一念心 如果教师 是为了教育下一代 不是为名为立 那就是布施 如果是为薪水 或是为了升级等 想从讲师 升副教授 升教授 那就不是法布施了 真正修法布施的人 是非常热心 不疲不厌的 不是修法布施的人 名利得不到 就消沉 灰心了 教导也就不够热心 动力是有限的 所以菩萨总是 以无尽的悲心 去利益一切众生 绝对没有条件 特别是在佛法 佛在《无量寿经》上 告诉我们 一切布施中 法布施为罪 此处法布施 是指佛法布施 因为世间的法布施 不究竟 唯独 佛法布施 能够帮助一切众生 进而获得 无量的智慧 无尽的德能 才易 断烦恼 两生死 出三界 成佛道 这种布施 才是最圆满 最殊胜的 唯独 大乘菩萨法里面 才具足 所以一切诸佛如来 无不赞叹 看看我们佛教界 布施经典 是最重要的一项 其次是 讲经说法的 录音带 录影带 再就是 接受各方邀请 把佛法介绍给大众 推广到社会 这通通是法布施 可是现在 我们把经本翻开 后面往往印着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或是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这就不是法布施了 这是什么呢 是商人在卖书啊 法施的功德利益 通通都没有了 那只是世间商人 开书店 做买卖而已 录音带也是 版权所有不准拷贝 甚至于少数请讲经的 也要先谈好供养 讲多少小时 给多少供养 这也变成买卖了 这都不是布施 所以菩萨行 一定只为利益众生 绝对不为自己 假如某个地方没有供养 但是大众真正渴望佛法 佛菩萨就自己出路费 满众生的愿 绝对不勉强 不为难任何一个人 只要大家真正得到佛法的殊胜利益 3. 无畏师 第三种叫 无畏布施 在众生身心不安 恐惧 害怕的时候 能够帮助他 消除他的恐惧 这一类的布施 叫做无畏布施 其范围也是非常地广泛 譬如国家受到外国的侵略 战争 在这人心慌乱的时候 从军到前方去抵抗敌人 保护后方 使后方人民能够安居乐业 这是属于无畏布施 如有人晚上走路会害怕 有的怕鬼 有的怕强盗 而路又很长 我能送他回去 陪他一程 他不害怕了 心安了 这也叫做无畏布施 其他的例子就不必多举了 由此可知 只要叫众生身心安稳 离开一切恐惧 通通叫无畏布施 无畏布施得的果报 是健康长寿 说到这个地方 我特别提醒同学们 吃素食是属于无畏布施 一切众生看到你都不会害怕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会伤害他 真正做得圆满 得健康长寿的果报 再加上法布施得聪明智慧 财布施得财富 这是人生最迫切 最基本的需求 我们想要这三种果报 都得到 就要认真去修三种布施 在中国历史上 财富 聪明 智慧 健康 长寿 最大最圆满的 就是乾隆皇帝 他 贵为天子 富有四海 兼具 聪明 智慧 健康 长寿 他做了六十年的皇帝 还做了四年的太上皇 他自己说 古兮天子 自古以来 稀有的 那是真的 一点都不假 也不是他夸口 这是他在过去生中 生生世世 都修清净圆满的财师 法师 无畏师 才得这么大的福报 佛在大成经上 常常教导我们 菩萨一定要修 布施 波罗蜜 波罗蜜是 究竟圆满的意思 怎么样把布施 做到究竟圆满呢 这是菩萨重要的一个课题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从早到晚处世 待人 接物 只要转一个念头 时时处处 无不是在修布施 但是这个不圆满 不究竟 究竟圆满的布施 是放下 是舍 是帮助他人 我们应当怎么样放下呢 放下就要能舍 舍后面有一个字 得 小舍就小得 大舍就大得 不舍就不得 佛告诉我们 究竟圆满的舍 是什么呢 各位 你有没有烦恼呢 有 那为什么不把烦恼 布施 舍掉呢 你有没有忧虑 你有没有牵挂呢 你有没有生死 有没有轮回 把这些东西 全部都布施掉了 那你就得大圆满 得大自在了 这才是 究竟的布施 也就是 布施波罗蜜 我们要从身外之物 练习 慢慢地舍 舍到一切都能舍 最后 连烦恼 生死 都舍掉了 那才能够恢复 自信地清静光明 二 持戒 第二是 持戒 持戒就是守法 是出世间一切事物 无论大小 都有它的法则 一定要寻着法则 才能够做得圆满 快速 六度里面的持戒 是要我们平常守法 并不单止受持五戒 十戒 这是根本戒 在家庭方面 有家庭的规矩 父子 夫妇 兄弟 这是伦常 他有长幼 有自然的一种秩序 绝对不能颠倒 一颠倒 家就乱了 富不富 子不子 就烧饭而言 烧饭也有顺序 洗米下锅 调温度 不按这个法则 饭就煮不好 也煮不熟 炒菜 下锅也有先后 乃至于学习 也都有次序 和方法 学佛 佛家的方法 更是经验 我们要想在佛法上 有所成就 必须要遵守 佛教给我们的 修学次序 先从发大心起 大心就是要度一切众生的愿心 然后断烦恼 断习气 再学法门 最后是圆成佛道 成了佛 才有能力广度众生 才能够圆满实现第一誓愿 众生无边 誓愿度 否则的话 光说做不到 变成空愿 也许有人会问 一定要成佛 做菩萨不行吗 许知 菩萨虽然度生 不能度阶位 比他高的菩萨 纵然是等觉菩萨 也不能度 同阶位的等觉菩萨 成了佛 等觉菩萨 也在度化之内了 因此 一定要成佛道 才能够广度 九法界一切众生 有这个愿 慈悲的力量就会发出来 就能够精进不屑 现在人 虽然是天天念四红誓愿 愿心没有发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还有是非心 忍我心 好恶心 所以它有分别 某甲跟我很好 我度它 某乙我讨厌它 我才不度它呢 如此便要在 众生无边 是愿度 底下加注解 某些人 我不度 如此便不是真愿 不是圆满的愿了 因为圆满的愿心一发 就是菩萨 就是菩萨 是没有分别的 所以 华言经上初驻菩萨 叫初发心菩萨 叫发心驻 这种心就叫菩提心 是不得了 不可思议的 绝不是六道凡夫的心量 佛常常教我们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就是教我们如何过日子 怎么样生活 平日存心要慈悲 做事要有方法 并且做到恰到好处 要知 方法里面还有方法 方法重重无尽 所以这两句话 不局限在狭隘的学佛 日常生活中 要普遍用上 如这一段 给大家介绍的六度 是六大纲零 六个方法 每一度里 又有许多的方法 可见 方法是 重重无尽了 只要能够善于运用 哪有不自在的 哪有不快乐的道理呢 这是 十戒波罗蜜 三 忍辱 第三是 忍辱波罗蜜 忍辱就是忍耐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要有耐心 当年翻经的法师 看到中国人 有一种倔强的个性 在古书上常常记载着 是 也就是读书忍 可杀不可辱 谈到忍 什么都可以忍 连沙头 也没有关系 都可以忍 只有 侮辱 不可以忍 因此 翻经法师 就将这一名词 翻作 忍辱 辱都能忍了 那还有什么 不能忍的呢 所以 忍辱 是专对中国人 倔强的个性犯的 它原来的字意只是 忍耐 没有辱的意思 其用意是告诉我们 小事情要有小的耐心 大事情要有大的耐心 金刚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法得成于忍 没有忍耐 什么事情都不能成就 以读书 求学而言 念大学四年 就得忍四年 不能够忍耐四年 就毕不了业 听经两个半小时 也要有耐心 能够忍得住 这堂佛法 才能听得圆满 由此可知 一个人没有耐心 无论他条件多好 也是一事无成 因为成功 永远属于 有耐心 有毅力的人 所以 耐心是成功 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 世尊在金刚经上 给我们讲 菩萨六度 特别强调 不失和忍辱 其他讲得很少 换句话说 这两个 是修行成败的关键 俗话常说 楚事难 楚人更难 从前楚人还容易 现在楚人 比从前 不知道要难多少倍 原因在哪里呢 从前的教育 是教我们做人 现在的教育 只教我们做事 所以我们不知道 怎么样做人 对自己的情绪 千变万化 都无法理解 不要说 去了解别人 你说 楚人 怎么不难呢 为此 佛教给我们忍耐 忍耐分为三大类 第一 是对人为的加害 要能够忍受 忍人家对你的侮辱 对你的陷害 能忍绝对有好处 为什么呢 能忍心清静 容易得定 修道容易成就 也是最大的福报 第二 是自然的变化 如冷热 寒暑的变化 能够忍 饥饿 干渴 要能忍 遇到天然的灾害 也要能够忍耐 第三 是修行 佛法的修学 也要忍耐 在没有得到法喜之前 功夫没有得力之前 修行是很苦的 路是艰辛的 这个阶段过去之后 就很乐了 为什么呢 因为功夫上轨道了 就如上高速公路 在没有找到高速公路 在底下绕圈子的时候 那是很苦啊 路上车子又多 又慢 得有耐性啊 上了高速公路 就很舒服 畅快了 一切阻拦都没有了 我们学佛也是如此 开头学 都是摸索无量的法门 宗派 到底哪一宗好 我想学什么 有的人很幸运 三年五年就找到了 就好像幸运的人 走一段小路 马上就接上了大路 有些人花了十年二十年 乃至一辈子都摸不到门路 那就很冤枉 很苦了 这当然与自己的善根福德 有关系 善根福德 因缘具足 佛菩萨必定加持 这就是 佛士门中不舍一人 一个真心向道 真心目道的人 佛菩萨常常在那里 守护照顾 到他真正肯接受了 再给他启示 光明大道就找到了 那佛菩萨为什么不来点醒你呢 点啊 是你不接受 告诉你这个方法 你心想 哎 这未必好 我听人家讲 那个法门比这个殊胜啊 你还跟佛菩萨抬杠 争论 如此 佛菩萨只好不来了 这点希望诸位细心去领会 所以修行要有很大的耐心 没有耐心不能成就 耐心是禅定的前方便 不能忍耐就没有更近一层的境界 耐心也是精进的预备功夫 有耐心才谈得上精进 四 精进 精进 精是专精 进是进步 由此可知 佛法不是保守的 更不是落伍的 佛法是天天都求进步的 如同儒家的日日心 日心又心 现在有人说 儒家是落伍的 佛教是应该淘汰的 这是他对于佛法六度中的精进 以及儒家的日心又心 完全不了解 而引发的谬论 进步是好的 最重要的是要精进 精是唇而不杂 目前西方有许多大科学家 一生当中有许多特殊的发明 他就是专精 天天去研究 弃而不舍 终于有了新发现 世间法如此 佛法也是如此 在无量法门当中 必须是 一门深入 才能够成就 想要门门都学 是绝对不可能成就的 门门都学 那是一门成就以后的事 一门成就了 其他无量法门一看 一听 当下都通达了 所以说 一通 一切都通 佛法 在没有开悟 没有通达之前 门门都学 就会变成障碍 这是修行 必定要知道的 无论世出世间法 想在这一生 有真正的成就 一定要知道 精进 无论是念佛 参禅 持咒 或是言教 都要知道 遵守这一个原则 就教而言 如果一个人发心 自己修学 也能够帮助别人 最好一生 只学一部经 专讲一部经 这就是经了 每讲一遍 必定有一遍的境界 遍遍都有进步 如果有人专讲 阿弥陀经 能够讲上十年 这个人就是阿弥陀佛 假如十年专讲 普门品 这个人就是观音菩萨 如果他十年当中 讲十部经 那他什么都不是 你才晓得 精进之可贵 民国五十八年 星云法师 找我去佛学院教书 我曾经建议他 并劝他 让每一个学生 专学一部经 我说 法师啊 如此十年二十年之后 你的佛光 普照全球啊 他听了之后说 好是好 但那就不像佛学院了 佛学院里面开的课 要像一般学校一样 我说 这样做有一定的好处 最后他没接受 我在那里 交了一个学期 就离开了 假如那个时候 真的接受我的建议 一百个人 我们打个对折 现在就有五十多个专家 出来弘法 那还得了 大家要听阿弥陀经 请阿弥陀佛来跟大家宣讲 想听地藏经 就有地藏菩萨来宣讲 各个都是专家 这样佛法才能真正普遍地弘扬 所以希望你们做专家 不要去做通家 表面上样样学 结果是样样都不通 一样通了 结果是样样都通 虽然是样样都通 还是专红一样 这种做法 是给大家做一个表率 做一个榜样 哪尊佛 哪尊菩萨 不是样样都通呢 可是它还是标榜一样 这个教我们 一门深入的修学 才叫精进 精进的利益 功德是无量无边的 五 禅定和般若 第五 禅定 禅定包括世界 世间禅定 世间禅定是讲四禅八定 能够修成将来就能够生色界天 无色界天 这是高级的天界 需要禅定才能得到 出世间禅定有大成小成之分 诸佛如来所修的 我们称为出世间上上禅定 整个佛法修学的枢纽在定 并不是禅宗才修禅定 其他的宗派就不修禅定 以念佛而言 念佛目的在哪里呢 在得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就是禅定 教下修指观 指观也是禅定 密教里面修三密相应 相应就是禅定 由此可知 每一个宗派 法门 所用的名词虽然不一样 其实都是在修定 所以六波罗蜜里 禅定 通通都包括了 连我们日常生活中 那小小定也含设在其中 这小小定是什么呢 就是心中有主宰 大而言之 这一生当中 自己有一个方向 有一个目标 这个方向目标 绝对不会被环境左右动摇 这就是定 如科学家 从事研究一样东西 他不被别的事物影响 他就会成功 他就得佛家奖的三昧 科技的三昧 念佛人一心不乱 他就得念佛三昧 因此忍辱是个基础 能忍就有耐心 有耐心才能精进 精进才能得定 而定是修行的枢纽 禅定 六祖大师在谈经里面 给我们下了一个定义 明了这个定义 才知道修禅定 并不只是打坐而已 打坐是修禅定的 无量方法之一 除打坐之外 还有无量的方法 都在修禅定 六祖大师是由金刚经开悟的 所以他所讲的 都是依据金刚经 佛所说的原理 原则 他的解释是 禅是外不着相 不执着一切境界相 是禅 定是内不动心 金刚经上有两句 世交牟尼佛教虚菩提尊者 要用什么态度去弘法立生的名言 那就是 不取于相 如如不动 不取于相 就是禅 即是不着相 那里头不要动心 不要起心动念 就是定 在华言经上 善财童子五十三餐 他去参访 修禅定的玉乡长者 是到哪里去找他呢 这位长者不在家里打坐 也不在道场修定 他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跑到市场去了 这是佛经上讲的 市禅 市禅 就是最热闹的市场 向美国大的墨 长者在那里面逛 那是为什么 修禅定啊 他在那里修什么呢 修外不着相 内不动心 你看他在逛墨 实际上他是修禅定 他不像人家盘腿面壁 所以我们遇到高级的残者 我们都会瞧不起他 哪个地方热闹 他就往那里去 殊不知 他在那里修养高级禅定 我们只佩服那些 能盘腿面壁几个钟头 或几天的残者 一看就说 这个人的功夫了不起 不晓得人家逛墨的功夫 不知道他的定功高人多少倍 要知道高级的禅定 是行 住 坐 卧都在定中 为什么禅定这么重要呢 为什么一定教我们 外要离向 内要不动心呢 因为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什么叫有违法呢 如果诸位念过为时 就很好懂 在百法明门里 佛将一切法 即万事万法 归纳为一百大类 这一百类 八个是心法 五十一个心所法 讲的是 心理作用 二十四个不相应形法 十一个色法 指的是 物质 通通是有违法 不但所有一切物质 是梦幻泡影 我们起心动念 打妄想 也是梦幻泡影 佛真正明了 这些事实真相 叫我们对这些境界 不要起心动念 我们的真心就恢复了 对宇宙之间 一切事物的看法 就跟如来一模一样 那个时候的知见 就是 佛知佛见 正知正见 这就是 波较波罗密 就是波较智慧 所以 波较智慧 是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应用在前五度上 这就是我们要学菩萨行 就是菩萨的生活 对于一切法明了 通达 且于一切法不执着 尽心尽力去帮助别人 为什么帮助别人呢 这是源于诸佛菩萨的 同体大悲 无缘大词 因为只有佛菩萨晓得 尽虚空 辩法界 所有一切众生 跟自己是同一个体 即使同体 帮助还要谈什么条件呢 就如我们这个身体 右手痒了 左手来抓一抓 还要谈条件吗 不需要了 为什么呢 同一体嘛 今天我们迷失了自信 不知道一切众生 跟我们是同一体 同一个真如本性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